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主题二 在讲义的94页 那这个主题它其实是在我们高二的课程 那因为我们的教材呢 把几率的部分把它做一个统整 所以大概就是包含高一跟高二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在第四册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期末考的部分 它的范围我们刚教完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同学应该比较有印象一点 好 那我们这个焦点它有两个重点 一个叫做条件几率 一个叫做独立事件 什么是条件几率呢 假设A跟B呢 是样本空间的两个事件 然后它说在A事件发生的情形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这个读作P of B Given A 这个正一横读作Given P B Given A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其实同学看到这个定义 我们如果说从字面上的E来看的话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它的分母应该不是全部的样本空间 它应该是这个A事件 A事件的几率 所以它的分母呢 是A事件的几率 然后呢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 那句话说 它的分子应该是A跟B同时发生 所以它的分子应该就是P A交集B 好 这个是条件几率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义呢 它可以延伸出来两个性质 假设我不知道A事件或A交集B的几率 但是我可以透过排列组合的运算呢 知道它的个数 那我也可以用个数来算条件几率 比如说P B Even A 它等于P A分之P A交集B 好 那我们按照读点几率的定义 这个P A呢 它应该是NSNA 你要算事件A的几率 就是事件A的个数出一样的空间嘛 然后同理这个地方 A交集B的个数出一样的空间 好 那这个样本空间的部分 我可以把它消掉 所以呢 它可以把它写成 NA分之 NA交集B 我也可以用个数来算条件几率 好 这是第一个从定义里面延伸出来的 第一个性质 那第二个性质呢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通常在做一些比较复杂的题目 大概会用到这个乘法原理 这个叫做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我们从定义来看 假设今天我要求A跟B 同时发生的几率 这个PA交集B 那把这个PA乘过去 它可以得到呢 PA乘上 P B 按照中文的意思 这个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 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A事件的几率 乘上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这个是条件几率的一个乘法原理 好 那第二个重点叫做独立事件 独立事件跟条件几率的定义 它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加了一个条件 它加了一个条件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它说 假设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那B事件发生的几率 好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刚好就是PB的话 那我们就说 这个A事件跟B事件叫做独立事件 好 按照这个题目的定义 按照这个重点的定义 按照这个重点的定义 你看我们这个条件几率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叙述 你看PB even A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刚好就是PB 好 所以你看我如果把这个PB given A 用定义来带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P A交集B 是不是刚好就是P A 乘上PB 所以什么叫做独立事件 如果说我们要从这个符号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 当这个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 刚好就是A事件的几率 乘上B事件的几率的时候 我们就称它叫做独立事件 定义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那同学在解荧幕的时候 大概通常有时候 他不一定会讲独立事件 这几个字出来 有时候他会讲说 A跟B发生的情况 是互不影响的 有时候独立事件 在题目上面 他会出现所谓的互不影响 当他出现互不影响的时候 代表这个A事件跟B事件 他应该就是独立事件 95页 他说投值三枚均匀的硬币一次 投三枚均匀的硬币 至少出现一枚正面 至少出现一枚正面 的条件下 好 因为他出现这些字 所以 大概这个题目 他应该就是一个条件几率 你投值三枚均匀的硬币一次 然后呢 在至少出现一个正面的条件之下 恰好出现两枚正面 恰好 这是题目 那我们可以讲说 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个出现一枚正面 至少出现一枚正面 如果说这个叫做事件A 所以你解这个题目呢 你可以把这个A事件呢 叫做至少出现一枚正面的事件 至少出现一枚正面的事件 然后他说在这个条件之下 恰好出现两枚正面 那这个A交集B呢 A交集B就是恰好出现两枚正面 OK 好 所以按照这个题目的意思 我们可以列出来 题目要求的就是PB Given A 在至少出现一枚正面的条件之下 恰好出现两枚正面 所以他这个应该 按照定义 P A分之 P A交集B 按照这个定义 好 那这个P A呢 应该不难啦 因为我丢三枚硬币嘛 那丢三枚硬币的话 至少出现一枚正面 表示说 他应该是用1扣掉 都没有出现正面 都没有正面 就是三次都是反面 他应该是1 8分之1 所以这个应该是7 8分之7 这个分母 8分之7 好 恰好出现两枚正面 恰好出现两枚正面的话 那应该就是正正反 那正正反呢 它本来是2分之1乘2分之1乘2分之1 可是因为硬币它不同嘛 它有顺序 所以应该要再乘以3 它可以正正反正反正反正正正 三种情况 所以上面呢 应该是8分之3 那这个我们算出来 答案应该就是7分之3 我们选第二枚 好 接下来我们看范例 范例7 范例7 这个题目是条件几率的成法原理的一个应用 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提醒叫做公平原则 那为什么它是公平原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百货公司呢 它有一个周年庆的摸彩活动 然后呢如果你消费1万块以上呢 你可以参加抽福贷 抽福贷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福贷呢 它有两个是可以中奖的 中奖的福贷只有两个 那他说如果消费满1万块 而且还在第三位的顾客 还在第三位的顾客 可以中奖的几率 中奖的几率有没有可能是0 当然有可能啦 因为如果前面这两个人都被抽走 那当然有可能是0 有可能他抽不到 可是呢我们要算的是一个什么 平均的状况 平均的状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个题目 如果说第一个人 我是排第一个的 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应该是多少 我从这十个福贷里面去摸彩 然后这个中奖的福贷只有两个 所以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应该就是 十分之二 因为每一个人只能摸一个福贷 所以第一个人中奖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就是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应该就是五分之一 好 那第二个人中奖的几率呢 第二个人如果要中奖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第一个人他中奖 而且第二个人中奖 因为中奖的福贷有两个 所以如果说第一个人中应该没有关系 他第二个人他还可以中奖 那有可能第一个人他是没有中奖 因为如果说第一个人没有中奖的话 那应该 应该他中奖的几率应该会稍微提高一点点 所以呢 第二个人可以中奖的几率呢 应该是 好 可能是十分之二 因为你摸了福贷之后 这个福贷应该就拿走了嘛 他不会再放回去 所以十分之二乘上九分之一 这个十分之二乘上九分之一 就是第一个中 第一人中 且第二人中 第一个跟第二个都中 这个是第二个人中奖的几率 那还有啊 有可能第一个人是不中的 因为这十个福贷里面呢 中奖的只有两个 因此呢 可能第一个他是没有抽中的 那 第二个人抽的时候 他带子里面只剩下九个福贷而已 那中奖的福贷有两个啊 因为如果第一个没有中 那第二个人他中奖的几率应该是增加的 因此呢 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他应该就是第一人 第一个人他不中 第一人不中 且第二人中 因为我们要算第二个人中奖 好那这个把他加起来呢 这个应该变成九十分之十六十八 所以他还是五分之一 换句话说 尽管你是排在第二个 那你中奖的几率应该跟第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们算的是一个平均值 应该算是一个平均值 好那如果今天我要算第三个人中奖 按照前面的这个讨论 有可能一跟二都不中 有可能只中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人中 第二个人不中 所以你要把这些情况通通把它考虑进来 那好我们简单的列一下式子 第三 好第一个人不中 第二个人也不中 然后第三个人中了 第三个人中 然后再加上第一个人中 第二个人不中 第三个人中 那不可能第一个中第二个中第三个又中 因为如果前面这两个人都中的话 后面第三个不可能中奖 所以我们把这种可能的情形把它通通加起来 好分母呢八九七十二七百二十 那这边八七五十六乘以二一一二 十六十六三十二 所以它是一四四 好那一四四呢 我们用刚号五倍 一四四除以七百二十 这个刚号是五分之一 换句话说 不管你是排在第几位的客人 第一个人中奖 第三个人中奖 甚至如果今天有十个 第十个人中奖的几率 应该都是五分之一 这个叫做奔平原则 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观念 就是独立事件 我们看讲义的九十六页 办例八 它说有两个警探 甲跟乙 那甲破案的几率呢 是五分之四 乙破案的几率呢 是三分之二 那假设这两个人破案的事件 叫做独立事件 这个题目 它有讲出独立事件这几个字 所以基本上应该 它就是一个独立事件的应用 当然也有可能它会出现 所谓的互不影响这几个字 那互不影响它也是独立事件 好 那甲乙这两个人 如果说在办同一个案件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人破案 他说只有一个人破案 他要求 只有一人破案 那只有一个人破案的话 可能是假 当然也有可能是乙 好 所以我们用 如果是假破案 而且乙没有破案 这个1'代表乙没有破案 或者是 假没有破案 那乙呢 破案 我们简单的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那如果说它是独立事件 这个应该变成P甲乘上P乙 加上P甲乘上P乙 以破案的几率是3分之2 那没有破案呢 应该就是3分之1 加上 没有破案是5分之1 以破案的话是3分之2 所以呢 这个算出来是15分之6 那在约分以下 这个应该变成5分之2 好 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独立事件的一个概念应用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焦点 讲义的97页 那头水可以搭配我们讲义的一些文字叙述 我们看第一个 这边有两个重点 我们看第一个 假设呢 在样本空间里面 然后他说 这个A1 A2 A3 A4 点点点到AN 这是这个事件 这个样本空间的N个分割 那同学注意一下 分割的话就是 他们彼此之间都是互次的 而且呢 连击起来 他刚好是这整个样本空间全部 他们之间都是彼此互次的 没有交集 OK 可以搭配我们讲义上面的文字 好 那如果在这个样本空间里面呢 这个A1 A2 到AN 是分割 是这个样本空间的分割 然后呢 我要求 某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 就是我 白板上面画的 我要求B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同学可以看看这个图形 我要求这个B事件发生的几率呢 他应该就是把这些小块的几率 把它怎么样 把它一个一个加起来嘛 他应该就是 好 第一块我可以把它写成 PA1交集D 对吧 就是这一块 然后第二块呢 应该就是加上PA2交集D 然后加上点点点 加到PAN交集D 从这个图形呢 我可以知道说 假设我要求B事件的几率 它就是一个一个 把这个一个一个小块的几率 把它加起来 好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你看这个PA1交集B 应该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 在A1发生的情况之下 因为这个A1 A2 A3 这个是已知嘛 它是这个样本空间的所有分割 所以在A1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嘛 所以呢 我应该可以把它写成 PA1乘上PB givenA1 好 这个第一个PA1交集D呢 按照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在A1发生的情况之下 然后A事件的几率呢 乘上在A1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然后再加上同理了 PA2 然后乘上PBgivenA2 然后把这个全部通通加起来 那最后一个就是PAN乘上PBgivenA1 好 这个叫做全几率法则 我要在这个样本空间里面的这么多个分割里面 求某一个事件的几率 我就是把每一个分割里面的这些小的几率呢 把它一个一个加起来 那同学我们在解题的时候 有时候不会用这样的图形 因为代表分割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数状图来代替 所以通常我们在解贝斯电里的题目呢 我们都会用数状图来做分割 因为数状图的话它彼此都是固次的 OK 好 这是第一个观念 那第二个观念呢 就是 其实就是条件几率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叫做被试定理 比如说 如果用符号来看 假设在这个第一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因为这个PB就是它 就是这一串 在第一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我要求某一个分割发生的几率 那其实呢 按照条件几率的定义 它应该等于PB分支PAI交集B 那这个PB就是它 我把这个值把它带进来 那这个性值呢 我们叫做条件 我们叫做被试定理 好 那同学 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的98页 然后看半译9 这是被试定理的一个定义 它说呢 某个高中全校有女老师60% 那男老师应该就是40% 然后呢 女老师里面呢 已婚的80% 那我们用分数了 10分之8 那未婚的应该就是10分之2 然后男老师呢 已婚的有90% 就是10分之9 未婚的有10分之1 我们用数状图来代替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分割 这样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一些 好 然后他题目要问说 全校已婚的老师他所占的比例 因为已婚的老师呢 就是我们刚刚要求的那个PB 已婚的老师当然包括啊 男老师包括啊 女老师 所以已婚的老师第一小题 应该是男老师的部分 应该占10分之4乘上 10分之9 加上 女老师的部分是10分之6 他已婚的只有80% 10分之8 所以这个应该是100分之 36加18 应该是84 所以呢 这个应该我们还可以用四约分 就是25分之21 好 这个是已婚的 已婚老师所占的比例 那如果说他是要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 这个应该就是84% 好 然后第二小题就是我们的贝斯定理 他说如果我今天随机抽出一个老师 然后已知这个老师他是已婚 然后这个老师他是女性的几率 换句话说他要问的是 在已婚的情况之下 你抽一个人 然后这个老师是在已婚的情况之下 这个老师他是女老师的几率 他要求这个 好 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定义 在已婚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是女老师 已婚的比例是这么多吗 一百分之八十四 然后女老师而且已婚的呢 女老师而且已婚的 应该是这个部分 他是十分之六乘上十分之八 所以他应该就是八十四分之四十八 好 那这个我们还可以用 大家稍微约分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